歷史 亲爱的各位毕业同学们大家好 凤凰花开 传名奏演 众下热闹的六月 同学们怀着喜悦的哭与不舍 满在多年学习的优秀成果 和刻画甜美生命记忆 和同窗好友道别 感恩师长的教会与引导 感谢培育支持养护多年的父母亲后 相信要启动属于自己的少年派的奇幻旅行 迎接崭新领程 希望你们都能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前教育部长曾志尔曾说 阅读是教育的灵魂 而许多人常听生日不读书 便觉得面目可赠 即便在不同的时代 以及人生不同的阶段 阅读的重要性必要性都显得相当重要 俘获法国年度杰出主厨 成蓝书 主攻外文 但凭借对烹饪的热爱 经由阅读师傅 累积烹饪知识 融会贯通 发挥创意 成为台中市知名法师料理店主厨 靠的也是阅读所累积的能力 本事长期深耕阅读 累积许多创意读写能量 并展现出具体成像 例如各校借由不同的阅读创意 教学活动 与或阅读盘诗奖等佳金 另外在台中举办的3D立体书展 由各级学校250位师生寝体创作 以这一地故事为主轴 发扬台中市的幸福与美好 并缔造长达106公尺 是全世界最长最多立体画面的立体书 并经金氏世界纪录与见证 终身阅读是未来的最佳主持与模法 本事力求提供完善的阅读学习环境 希望同学持续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进而喜爱阅读 乐在阅读 借由长期加深将往的阅读 为自己的梦想扎根 积蓄生命能量 并成就自己的圆满人生 最后 在大家欢禁毕业的时刻 深深祝福各位 同城万里 尊重再见 台中市长吴志强